大家都快嚇死了那場會面 現在大家大概還是記憶猶新 不過我讓你再看一次 然後你再對照一下 剛剛你看到的那個畫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蔬菜第一次會面的時候 那個感覺 來 你直接拍了就不用商量了啦 要拍我什麼工作 院長撿爆之後 那我們再來 請院長擔任那個最重要的角色 謝謝 什麼是最重要的角色 謝謝 才能夠斗膽的邀請院長擔任特定的位置 我沒有 我不是在問位置 我在問工作 我是做事的 工作就是等於位置 都聽主席的 主席是候選人 謝謝 謝謝 剛才的握手 還沒有跳得很好 我不是在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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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不喜歡表演 他現在還是冷嗦嗦的感覺 你剛為什麼看那個VCR的時候 你說舒僵康好壞 因為哪一段 沒有 我們就覺得你要派我工作 他每一句話都在那邊回應 我們就覺得說其實在這樣的一個場合當中 應該是大人的世界裡面 有一些部分應該是就認住了 你忘了我們都是什麼出身的嗎 什麼意思 律師啊 律師都會這樣嗎 可是當我們在攻防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點是我可以再繼續往下追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放棄這個呢 這個基本上 這個基本上是律師個性我承認 因為裡面不是嗎 OK 好 可是你看到的那個畫面裡頭 律師姐 好尷尬 可是你看到昨天的畫面 大家那個和樂融融的樣子 全心一意就是對的嘛 這個感覺完全不同了 其實你如果看政治人物 其實用刻薄一點的眼光看 我覺得會比較精準 你知道人家說搞政治就像吃鴉片 你一上癮以後很難戒掉 那蔡英文跟蘇貞昌他們這些人就說 對這些民進黨的大佬 因為他們雖然不像國民黨那麼大佬 但是蘇貞昌 謝長廷 游熙坤 這些已經算大佬 就是說他們常常笑一句話 就是民進黨裡面的大佬不大 但是老大又不老 然後老大又不老 那這些大佬就是說 對政治沒有死心 實在是很難忘懷 你知道當年那個一夫百若 那個前夫後勇的樣子 對 那個真的很難忘清 然後你真的如果說那天翻臉翻到底 到今天不妥協 不退一步的話 你就永遠退出 因為民進黨的支持者就是說 當你背棄的話你就離開 就像楊秋新 就是說他跟國民黨不一樣 可以帶一群支持者走 民進黨沒有 他只認那個標誌 所以這些大佬 雖然非常兇悍的這樣子回過去 但是他最後在喬的時候 他還是要退一步 就是海闊天空 所以然後對這些人來說 為什麼能擺平 每個人都有一個很好聽的頭銜 就像剛剛金蘭說的 其實競選委員會的話 主任委員下面就總幹事 你可以聘一堆的榮譽 主委 副主委 然後榮譽總幹事 副總幹事 但是沒有什麼總督導 然後總指揮 然後這樣搞一堆 那我覺得對這些大佬 為什麼能夠就是說表面上 其實內心不一定完全滿意 特別是孫正昌那個角色 因為主任委員是空的 因為連高德少掛主任委員 所以任何黨都一樣 但是他必須退一步 因為當這個未來的兩百多天 競選這個過程中間 兩個情況嘛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不參與卡位 會怎樣 就算2012贏了 你也沒位子 輸了 你以後也沒得完 所以他必須退一步 那今天就是說 而且有一個頭銜以後 你知道在兩百多天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全島去輔選 你有一個頭銜出來的時候 人家會介紹我們的主任委員 所以那個肇事大會上 一個個介紹出來都有頭銜 否則你就是什麼都不是 你就在家跟我們一樣看電視 對 對 所以他們那個頭銜就是說 吳懶人 其實這個局我想是吳懶人 不亂 這個人真的是全謀到家 真的是高手 就是每一個人都表面上 都得這個吃下去 快樂得不得了 其實內心未必是這樣 但至少表面團結一致 如果趙薇薇姐剛這樣講的話 有話 蘇春昌等於只是年高得少 掛了一個主任委員 剛才金蘭也講說 謝長廷拿到了李子 然後甚至有人講說 在昨天整個會場 包括下面的人大部分都是 謝系子弟兵 所以對於你來講的話 未來這場選戰 等於是謝長廷要總題掉了 這樣子看 好 律師性格那是什麼 請問一下 就是為當事人謀權益 錯 不是 律師性格就是阿扁講了一句 非常傳神的話 他說我擔任律師以後 官司打得贏 我絕對打到底 如果打不贏 他會勸當事者和解 通 對不對 這是通的 官司打得贏就打下去 官司打不贏就馬上和解 那我想蘇貞昌是馬上和解 其實這一個月來 蘇貞昌他的的確確 他個人也接了很多 民進黨基層群眾的一些電話 那還有包含各個縣市的縣市議員 他們決心把自己跟蔡英文一樣 就是說我要幫蔡英文助選的話 我的看板不要蔡英文出權 就是地方型的民意代表 就是說我跟蔡英文搭 錢我幫他出 當地方都一一表態的時候 請問蘇貞昌 他還有時間考慮下去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既然奶工出來了 找了新蘇聯 新潮流加蘇貞昌的聯合連線 新蘇聯這條系統 過去的運作到現在的運作都還在 那他都還在的狀況之下 由奶工出面去勸蘇貞昌 去接受這個位置 各位 對不起你剛講的意思說 這一個多月從上一次會面 到這一次我們看到昨天的會面 蘇貞昌的壓力很大 是吳乃仁在中間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調和頂奶 真的嗎 對 還有各位… 別人講不行嗎 一定要吳乃仁嗎 對 一定要吳乃仁 一定要吳乃仁 對 一定要吳乃仁 或者邱藝人 OK 那甚至於還有美麗島世代的大佬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吳乃仁 就我所知是美麗島世代的大佬 也勸了蘇貞昌 OK 勸了蘇貞昌以後 那第三個 那請問你蘇貞是一個小派系 你也有人要選 如果你自決於黨內的話 那你的派系以後在民進黨存不存在 那第四個就是蘇貞昌 那我告訴各位 我從來都不看好蘇貞昌 我也講了蘇貞昌這個律師性格 所謂律師性格 第一個是猴急 以為官司他打贏了 我要怎麼樣 我要衝衝衝 然後輸的時候躲躲躲 就是說從紅三軍那一次 你看這次新聞界 有幾個幫蘇貞昌講話 一個都沒有 因為他們看到紅三軍 他也答應了新聞界大佬 這個 我這個詞辰放在口袋 可以實時交給阿扁 好了 當阿扁要那個支持他 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那個辭城就收了回來 要以黨國為重 所以我覺得蘇貞昌 今天他最大的問題 一個猴急 一個猶豫 那陳如 陳水扁講了一句話 各位看到了沒有 站在蘇貞 站在蔡英文旁邊的 三個都是常敗將軍